欢迎收看华尔街速电影 我是Sunny 温冠 今晚的嘉宾有Eddie和卓sir在 我们一起去看看今晚美股的表现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言论 舒缓市场对通胀的忧虑 美股三大指数先跌后回升 收市个表发展 纳指连跌两天 收市跌67点 报13465点 杜琼斯指数连升三天 道指收报31537点 升15点 而另一方面 标普500指数结束了 5天的跌势 收市升4点 报3881点 科技股方面大家都十分关注 Tesla昨晚组段最多跌超过1.3% 苹果组段最多跌6% Facebook和Netflix收市升大约2% 美股就开始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美股开市的表现 我们一起去看看 无论是导指、纳指和标普 其实都是在期货的时候都稍微跌 现在杜琼斯指数跌0.15% 跌11点左右 报31,490点 仍然是相对其他指数 导指相对强势一点点 我们看看标普指数 标普指数跌0.12% 跌大概4点 报3876点 仍然科技板块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 跌0.5% 跌68点 报13,390几点左右 总结这段市场 其实我想大家都认同是调整 但是会不会有调整 可能跌穿某些支持位 就会跌跌加深 今天都会和两位嘉宾去谈谈 就是Eddie和卓sir 先问卓sir 鲍威尔昨晚就继续说 其实都会整个市场的宽松可以继续 我们看到很多商品 代表着经济复苏的 例如铜、铁 其实创了多年的新高 卓sir 整个宏观经济整个大方向 会不会因为短期这些恐慌性的调整 以有所改变的看法 我想如果你说其实短期调整 一些我想资产价格这一方面 就可能是真的之前这个估值 是相对高 一定有一定的调整压力 还有因为最近这个 是美国这一方面的债息 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我想这个其实应该是调整 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你说如果说 是美国的十年期国债资息 现在是已经升穿了1.4厘 其实去年年中或者第二季低位 其实0.6厘都不够 所以其实这个升幅 都算是比较显著 我想这个应该说是对股市 是造成一定的一个压力在那里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对通胀这方面都有一些担心 就是大家始终觉得 如果你说经济是突然间 是很多购买力都释放出来 跟着同一时间之前你的流动性 又这么宽松又多了这么多货币的话 那其实会不会真的 令到通胀升温呢 其实最近很明显看到 虽然说实体经济通胀的数据 未反应 真是很明显在那里加快 但其实通胀预期这一方面 就的确是真的升得比较明显的 那我觉得这两者就可能对股市 是会造成一个短期的一个压力在那里 那我想但是其实如果你说 看回中长期来说呢 我相信无论是资产价格 或者是经济这方面呢 其实有可能都是会反复 这样是继续有一定上升的一个动力 的主要你看回鲍威尔那个 他其实对今年的经济都很乐观 他说到美国的GDP 有机会今年的实质的增幅 是百分之六那么高的一个水平 但是同一时间呢 他就觉得其实就业的情况 和通胀呢 都还是未到到联储局的一个目标 那所以就会是继续 是保持来来的状态 和真的削减量宽这方面 就肯定不会想的了 那所以看到其实今年 甚至未来未来 有可能这两三年呢 联储局都还是维持 目前一个是 就是极度宽松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就不会 至于是对经济 造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利因素 但是同一时间资产价格 这方面是经过一些短期调整之后 我就觉得如果你还是零息政策 跟着每个月都还是两宽规模 去到1200亿美元那么高的话 应该说股市还是有一定的可能 会反复向上的一个动力在 是 卓sir认为整个宽松政策没有变的 Eddie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星期五 那么众议院就会就拜登的一个 书困方案就会进行表决 其实都大机会通过 其实现在整个市场 无论是美国 中国 欧盟 其实都是货币政策加财政政策 其实短期的调整 会不会是给投资者在股市上面 是更加多了一个机会 为中长期做好一个布局 这个会是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你见现在10年期债息上回1.4 其实之前你见美股股市 一路叫做创一个新高 或者叫做倾向偏高 高过一个比较差 两个比较差 到十个潮 三个比较差 重点是说 因为息低的情况之下 的确实肯定到估值可以相对较高的水平 但是当现在10年期债息一路上升 在1.4厘之下 其实你的股市相对来说 估值是会受压的 现在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经济有个复苏 企业也因为可能会受惠 相关一些所谓的则经济方案 令到它的盈利会有个上升 但是估值可能就要慢慢 出现一个收缩的情况 其实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你看到整个PE的时候 可能你整个PE不能够太高 但是你的盈利率慢慢涨 但是你的PE可能 就会有个轻微收缩的情况 所以变成我自己根本上 就说美股可能会是相对 跌幅未必很明显 但是你说是不是 以往几年有很明显的声势 甚至高增上股 都未必可能像以往那样 的声势来得那么明显 所以你说长支部署 绝对没问题 譬如我们说经常 一些科技松弯 大方向的云端等等方向 半导体方向 其实没错 但是大家都要控制自己回报的预期 就不要再期望 好像上五年那样 因为利率一路一路向下 令股值一路崩高之下 有个很厉害的回报 所以变成要控制预期 当然你说如果这一刻 真的穿了一个调整 但是始终的经济状况 明显地相比在疫情 仍然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甚至乎大家预期有疫苗的接种下 经济会全面重啟 其实对于很多企业的盈利 今年相对比较乐观 你客观看 整个股值的状况不会太坏 但是当你的股值 迫着要收缩的情况下 真的要有几快的盈利增长 才可以企运现在的高股值 除了预计盈利增长会继续有 但是当股值不太理想 可以放脏的时候 股市相对可能会比较牛肥 除了中长线的部署可以 但是短时间来说 可能会比起以往突然出现一个调整 可能会出现得比较明显 但是我自己的相信 个别股份属于增长类型 只要他们的盈利增长 仍然可以达到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始终这一刻市场在资金氾濫之下 仍然会倾向买到相关股份那里 对于旧经济股 真是很视乎盈利增长的状况 是否真的可以令到全球经济重启 因为现在看到疫苗在不同国家接种 目前看到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经济重启的情况 仍然是不慢的 所以这可能要到经济全力重启之下 盈利真的可以慢慢落在旧经济股 才可以看到他们的股值 有个明显广长出现 投资者对于中长期 可能要抱着审慎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当然是短期很考虑技术 以及大家的选股能力 也先问卓sir 其实市场都有说过 对比其他资产 例如债券相关 即使资息率弹了上来 例如有些研究 RBC资本市场说 其实美股股票的资产 其实仍然是一些大的基金 Family Office 一个主要的工具 因为它的论点就是 无论债息如何升 对比例如标普的股息率等等 其实仍然有一段差距 对于可能一些朋友 可能他会多元化自己的资产 卓sir 你觉得 刚才的论点就是 如果真的选择债券的话 倒不如审慎一些 在股票市场做操作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否会较好的选择 我想如果你说 看到其实债券的话 你如果说投资只是价格来说 其实现在就一直在跌 因为其实虽然它的资息率在升 但是知道债券的价格 和资息率在反向 所以如果你只看回市值来说 其实如果你说真的 在通胀升温 或者知识来说的时候 你投资在债券这一方面 应该说就不会真的 有一个得罪在 因为你的价在虚 同一时间会不会 但是因为 因为相比之下 你股市的回报率 和债券方面如何比 我想就看在乎这个升幅 是多大 因为你如果看到 其实如果股市一直 刚才我们说的 其实股值是高的 那股值高的 意味着你什么呢 就是你可能市益率高 或者市益率高 或者是看回 其实你的股息回报 这一方面是低的 那如果这一方面来说 其实的确 如果你说债市 那个资息率在上升的话 其实如果你说股票的回报 的确不排除是有机会 是造成一个 这个双营变绝的一个情况出现 或者只是从回报率来说 但其实这个本身 会不会是真的 就令到股市 是造成一个 是真的它一个 绝对股价上面的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错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未必的 它可能相对其他的一些资产 可能会刨树 就是今年很难说 有可能真的 我们现在看到 商品这方面 或者大众商品的价格 是有可能 是真的比股市 是真的表现好的 那其实这个 都是改变了之前很多年 是商品价格 是相对低迷 但是其实股市 又一直在上升的一个情况 那今年可能会调转 但是这个就不代表股市 它本身是一定会下错 因为始终你现在的大趋势 是变得的话 其实是编制复苏 那接着是疫苗方面 虽然是各个地方的进展 或者接种是有些参差 但是其实应该的方向 都是相对是正面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你说看回 其实同一时间 但是其实各大央行 都还是维持很宽松 或者流动性氾濫的状态之下 我相信始终都还是会 保持一个水涨船高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也同意股市 今年的回报 有可能是真的非常之难 复制去年这么大的一个升幅 因为去年我们说的是 全球大衰退 但是其实全球的股市 都还有一成多的一个 是累计的回报在那里 那其实今年就比较难 是真的再复制这一方面 这么显著的一个升幅 但我相信如果你说 只是从绝对水平来说 在流动性供充裕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绝大部分资产价格 都会一起税上船高 是的 投资者要留意 想复制去年突然间 大跌完之后 可以翻倍 其实就要看回自己的选择和技术 去年我想很多人都开心 而税银 其实也发表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 接下来第二季度 全球的市场 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化 究竟什么阶段呢 就是说大家去年赚了这么多的时候 其实这几个月 因为其实慢慢开始变得相对比较理性 他就说整体的收益率 就会相对比较降低 而其中一个点就是说成长型的股票 就会比价值型的股票更加关注 Eddie 他怎样定义成长股 哪些位置是价值股呢 问Eddie 其实应该这么说 当你的股值去到很高的时候 全部都变成长股 你的股值不能够 就是一个很合理低的水平 就全部都叫成长股 所以这一刻 其实大部分股票都是成长股 基本上你看到 只有旧经济股 只是叫做真的一个价值的股 因为你看看传统控制股值无形 真的可以仍然是见到 它属于合理的股值水平 但是不要忘记 就是我们说了美股 一直以来都已经是 每一年一年 对上两三年都高于它的合理值 所以其实大部分 都说了strong growth股市 盈利增长快 所以推高它现在的预测市盈率 因为预计未来几年 盈利增长继续持续 我想大家可以这样想 你说现在的黑体成长型 真的有个未来增长股市 那板块上的 主要都是可能半导体 科技相关 甚至乎可能电动车 商购行业 大家感觉上 未来五六十年 是一个大趋势的 那这类型的 你可以继续发展成长股 相反一些所谓的价值型 那就是隐含价值 你容易计算的 全都可能一些 所有的工业股 甚至是银行股 大家回到priced balkan 就是你可以看回 对比以往历史上的一些股值 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合理 甚至乎是低于合理水平的 这些是价值的股份 那其实你想起来 就比较像我们用 所谓现在的新经济 就是旧经济的说法 刚才也说到的 旧经济股 其实都挺受过疫情影响 其实很多公司的盈利状况 不是太理想 手上银行 虽然去年说 那个卖盈利的盈利 会做得挺好 但始终是核心业务方面 不可以太理想 很多银行的NIM 都是严重的 所以整体来说 旧经济股 虽然它们有个隐含价值 但现在这一刻 你的经济未完全复苏之下 其实也很难 可以回到正常费率的水平 所以第二季来说 可能你的成长股 增长股 股市继续持续之下 它们可能继续跑赢 所谓旧经济股份 但是你说 如果真的到下半年的时候 真的全球的经济状况 开始开通 甚至乎是东京奥运会 都可以如期举行 你看到旅客 开始真的全球流动 对于真的 上一年 被疫情影响着的 旧经济松弯股份 其实有机会 有着落后的情况 到其实可能 价值股份 会比较香 因为客观看 估值去到说 其实价值相当会 相当会比较合理 相当会比较低 所以变成 他们的潜在增长股份 可能会比较大 但也有一句 最终都是看回 资料都走光 10年期那时 上得多快 最终是否还行经济 可以圆大家想象 这样 今年真的可以 大部分的地方 可以通关 甚至乎经济状况 慢慢可以回落 在疫情前的水平 是 我们都要判断一下 三四月的时候 真正出来的市场的展望 是怎样 疫情的情况是怎样 卓sir 刚才Eddie都说过 既然 瑞银就说 成长股 就会更加是 应该会被 价值股关注 其实它的论点 会不会就是 这段时期的调整 我们看到很多 之前爆得很厉害的 例如成长股 例如科技 半导体 电动车 这段时期真是恐慌式 跌十个百分比 十几个百分比 会不会因为这些跌完之后 我们几个月前 到这两个星期 其实价值股 究竟是升得很厉害的 到时会不会 一个板块论 回到这些成长股 是否这样去演绎 我想这个可能分两个 不同的时期来看 你说短线的话 会不会真是最近的一些 可能科技股 或者高增长股 去调整过大 反而有一些 真是低级的一个机会 这方面不排除 但其实如果你看回 从去年到现在的表现 其实很明显 是科技股 这些板块 它是远远抛离了 一些所谓的 传统经济 所以其实看到 未来如果你说 真的经济 可能会逐渐 是复苏 可能对科技 这方面是相对 比疫情的时候 的依赖度 可能会减少的话 我不排除 其实有可能 我相信如果你说 真的我们去到一个 相对正常的状态 有可能都是一些 相对低估值的 所谓的 传统经济股 他们这方面 追落后的动力 我觉得是反而 会大一点 所以其实如果 你说科技股 不排除它短期之内 有些可能 是真的 调整得比较大 但中长线 如果我们对 经济复苏 是有一定的信心的话 我就反而 会觉得科技股 这方面 就未必是 真是一个很吸引的选择 因为它之前的 一个升幅 的确是远远抛离了 其他一些 传统的一些行业 当然我们说 传统行业 都有一个 是值得细分的 因为其实 你很明显 其实在疫情之下 是服务业的 这些是 餐饮物类游 受到打击是比较大 未来 是不是真的可以 很快地恢复呢 这个就真的要 视乎 一个疫苗接种 和真是 经济重开的 一个步伐是怎样 但其实 制造业这方面 就相对 是复苏是比较快 因为变到制造业 它未必是 真的需要很多 劳动力 同一时间 是一些比较 是资本 是机器需要多些 同一时间 其实 国际上 对商品 货物 这方面的需求 其实都还是非常之大 所以 变到其实 你虽然说是 传统经济笼痛来说 但相信 其实製造业这方面 就有可能 还是比服务业的表现 是相对于稳定 是的 那我们整个的 经济的环境的改变 就是 我们对于 旧经济 或者价值型的判断 我们都要拭目以待 两位嘉宾都说过 中长期的 宽松 其实都相对比较乐观 只是短期 一个反弹 还是调整 其实真的很考功夫 投资者自己要紧慎去处理 谢谢Eddie和卓sir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再会